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天晴 全球疫情趨緩和 各地陸續通關 然而香港仍跟隨中共清零政策 未放寬邊境限制措施 法國外貿銀行近日發布研究報告指出 香港嚴格入境限制 加上居民持續外流等負面因素 令客運量徘徊在疫情前水平大概2% 香港成為亞洲航空業最差的地區之一 報告強調 倘若這種情況繼續下去 香港將會失去在航空領域上的競爭力 香港過去一直是全球領先的國際貨運機場 亦是全球第四繁忙的國際客運機場 僅次於迪拜、倫敦、希斯路機場和阿姆斯特丹 大約有120家航空公司在香港營運航線 往內全球超過200個航點 2019年有7,150萬人在香港、大陸和海外 超過200個城市之間旅行 不過法國外貿銀行近日發布研究報告指出 在2020年疫情爆發之初 由於全球的航空業均處於封鎖狀態 故當時香港和其他市場差異未見顯著 但是自今年初第五波疫情爆發之後 機組人員立即面臨更嚴格的檢疫要求 航空業就開始遭到致命打擊 近期世界其他地區已經陸續開放 但是香港卻原地踏步 並因為零星爆發而不斷受到限制 拖累當地客運量徘徊在疫情前水平的2% 屬於亞洲表現最差地區之一 報告也指出 香港居民淨流出已經持續多月 縱使5月份乘客流動趨勢有所逆轉 但是仍未恢復正常的水平 參與發布科研究報告的 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 魏西亞表示 空運在香港的對外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在所有運輸管道中 空運貨物價值佔了貿易總額的42% 在收緊機組人員檢疫規定之前 香港和其他亞洲市場 和中國大陸的貿易增速大致相當 不過 自今年初香港大陸收緊防疫政策 最新數據顯示 3月香港和大陸貿易額按連暴跌了16% 其他區內主要的競爭對手 例如日本、韓國、新加坡和台灣 反而是按連增加了12% 反映邊境管控 可能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魏西亞又援引國泰航空 和新加坡航空的數據作比較 指出國泰航空去年香港航空 航空客運量相當於疫情前水平的8% 今年4月則降至2% 但同期新加坡航空 則由疫情前水平的33% 提升到63% 航空貨運方面 去年兩地復甦步伐相近 為疫情前的60%左右 不過在今年4月出現了顯著的差異 香港貨運量急降至疫情前的29% 而新加坡則逐步回升至疫情前的72% 該報告還指出 除了居民外流 問題嚴重性跟助於香港在全球擔當的角色 以及與世界的聯繫 如果香港一直滯後 短期壓力或變成永久的影響 導致香港在航空界失去競爭力 全球疫情催喚 各國邊境陸續重開 不過 香港卻還在跟隨中共的動態清零政策 對旅行者實行長時間的酒店隔離 即使病毒檢測情陰性的人 也必須被隔離 在嚴厲的清零政策下 香港國泰航空公司表示 2021年的機組人員 入住檢疫酒店超過了62,000萬 接受了超過23萬次的檢測 但其中只有16宗的陽性個案 今年4月1日 香港政府取消對9個國家實施的 地區性航班熔斷機制 然而香港航運業並未迎來春天 今年4月機場客運量為12.6萬人次 較2021年倍增 但較2019年4月的650萬人次不足2%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ATA秘書長威利沃爾森 在4月初表示 由於對入境航班的限制和嚴格的旅客隔離措施 令香港已經失去國際航空疏漏的作用 他直言 香港在航空業方面的復甦 嚴重落後於全球其餘的地區 香港實際上已經從航空地圖上消失 我認為香港很難恢復 據中國官媒《第一財經》7月9日報道 主管民航的官方機構中國民用航空局 召開連中工作電視電話會議 新任局長宋志勇在會上透露出一連串的數字 今年上半年 中國民航運輸整體虧損達1089億元人民幣 即是162億美元 超過2020年、2021年全年的虧損額 疫情以來 累計虧損近3000億元即446億美元 在疫情的反覆衝擊之下 上半年的中國民航運輸跌入低谷 日航班量最低的時候只有2967班 為2019年同期的17.8% 飛機日利用率只是4.4小時 較疫情前下降了4.9小時 共有615架飛機停場封存 佔全行業機隊規模15.2% 營業收入3702億元即457億美元 比疫情前下降了41.8% 宋志勇表示 在收入銳減的同時 還有3處成本不斷增加 1.國際油價大幅攀升 預計燃油成本全年可能增加860億元即128億美元 2.人民幣對美元貶值 會對損失較去年同期增加167億元即25億美元 3.防疫物資消耗如今變為乾性成本 進一步加劇了企業的經營困難 截至目前 中國的航空公司資產負債率達到82.2% 較疫情前上升了11.9% 12家航空公司已經資不抵債 COVID-19大流行以來 各國的航空客運都受到重創 但隨後疫情的不斷變化和各國的政策調整 多數國家的航空客運業已逐漸復甦 而中國就恰恰相反 虧損越來越嚴重 在中共的病毒清零政策下 Omicron變種病毒如今在中國呈現沒有規律的傳播狀態 不同省市時不時地冒出不同程度的疫情 可視中共政府沒有放鬆清零政策的跡象 今年年底前 中共將召開領導人換屆的二十大 有觀點認為 習近平為了尋求連任 不大可能改變防疫政策 以免出現疫情失控的局面 中共官媒《北京日報》報導 北京市委書記蔡奇 在6月27日的北京黨代會上表示 未來五年北京將堅持常態化疫情防空 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 蔡奇是二十大進入中共最高權力機構的候選人之一 該黨代會的新聞截圖 在社交媒體上傳開之後引發民怨 網民紛紛表示對疫情防空早已身心俱疲 《北京日報》於是緊急將報導中的未來五年這四個字刪去 獨立讚稿人諸葛楊明對《大紀元》記者表示 假如中國民行業每半年虧損一千億元人民幣 即149億美元 還能撐五年嗎? 更何況如今已經是百業蕭條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易凡、江峰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